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碰到问题可能就会杠起来 会在什么样的问题上 就像小事都会这样 观念很多的也不一样 理解也不一样 这个观念是指哪方面的 消费关 所以今天你希望能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大家能搭这个共识吗 王先生今天的诉求是什么呀 他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呢 他就是不意往这个极端的上面推 我希望能治治病吧 照照镜子治治病 是给他治病还是给他治病 两个人都是 一开场 张女士率先将问题指向了丈夫的消费关 关于怎么花钱 他对丈夫有不小的意见 王先生表达含蓄 此番前来就是要照照镜子 前台词十分明显 他并不认同妻子关于自己消费关的指责 结婚快四十年的时间 消费关的问题为什么今天才被提出 张女士说 从结婚开始 两个人的经济也是分分合合 但总体来说还算太平 他们之间的主要问题出现在三年前 他说我不会管家吗 然后就分开了 他管他能够管我 到了一二年 他就要我把那个工资卡给他 你的 对 他说我不会管家 这是一个家是他来管 我要钱的时候 起码很爽快的给我 我就得打了这个目的就行了 但是我现在要点钱 说实在的确很困难 我感到很憋屈很憋屈 张女士说自己的退休工资也有三千块钱 可以说应付他吃穿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当初丈夫提出上交工资卡 自己也没有多想 可以说心甘情愿 可是没想到 丈夫的一系列举动让自己吃不消 在自己的心中 丈夫变成了一个吝啬鬼 自己也是越想越郁闷 别的不谈 首先他就要说说上交工资卡后 自己一百块钱的零用钱 他把钱交给你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商订好 比如说每个月他可以花多少 怎么个花法 他提出来每个月他 起码要留个一百块钱的生活费 我觉得有点像药原的小孩的那种感觉 结果一个月不到 他就变了 他就觉得很不舒服 不够用 不够用到底要多少 原来我以为他是发言个倍了 两百了 结果他给了个数字 五百 起码五百 你还是起码五百 这样子讲 所以我就无语了 我当时我就没有回答 我就没有接下去 那后来有照哪个执行呢 是按一百执行 还是按五百执行 一百 比如说有那个两百多的话 不到两百了 那就基本上全部都给他 可以忽略不计 对 不超过两百 对对对 当时我这样想的 我全交给你可以 我说了 他说我说我想用钱的时候 你要给我钱 好 答应了 那这个想用钱的时候 跟这一百块有什么关系 我说一百块钱 就说平时买买东西 我就不需要问他要吧 用钱是用什么的 他也没提出来 我随便买点什么 我碰了什么东西 就像跟他想吃点饼 或者好几点饼 那还不是一样的吗 你不是说我们朋友出去的话 有个一百块钱 怎么弄一下 不就行 我理解你意思 这个一百 其实他既什么的也包括 同时又什么都不包括 对 并不代表你这一个月只花一百 对 我肯定不只花一百块钱 是理解有偏差吗 那么两个人 反正就提出来一百一百 我就一百了 认为他一百就算了 他刚才说了 一百可是随身有一百 随时有一百 而生活中 尤其他需要用钱的时候 你随时要准备 我跟他讲了 我讲你一百就是零用 你如果是要买衣服买什么 我们一起去 去商场逛商场陪你一起去 而且陪我一起去 是这样的 如果到商场去 这个东西我们看一下 贵了 骗人的 上一千块的衣服什么的 都是骗人的 骗人的这几十块钱 就是这样的 你太简单了 我们是高高兴心买东西 完了回来都是高 生气回来的 吵架回来的 买衣服会不会跟人吵架的 完了我也没办法 他一在旁边叫 我不好意思 我脸放不下 我自己慢慢从来留掉 他不应该是在这个家庭里 他应该是找那个 对那种妃子啊 或者干什么那种的 高花在上的那种 张女士说 之前工资卡自己掌管 说句真心话 钱花惯了 受不了丈夫小气的样子 每次和丈夫沟通不成 都是以吵架收场 就在上个月 两个人还因为十块钱 闹得不愉快 有一天到超市去 他跟我去 我说买冰 他继续带我一起去 去了以后 买了 他买了菜 四块多钱 买了一袋饼 花了十多块钱 他就这样自言自语说一句 你看 吃了都零食都饼 吃了菜的钱都多 你说让我听起来 那个饼是你买的 对呀 是我要买的 他表达这句话 你是觉得他在表达 他的不满吗 还是只是随口 应该是 我是那个那一句 那一次我是买了菜回来 今天这个饼的话 可能这个 这个平时如果是这样子吃的话 可能比我们吃的菜 可能要多 干嘛要说这句话呢 我就开玩笑 他吃零食要比吃饭吃的多 是有不高兴还是 也没有什么不高兴 你这句话的表达出来 会让他觉得 他愿意吃 可是你不愿意买 我不是不愿意买 我要看得差不多合适的 但是我自己对这个饼 我是没什么那个爱好的 你有想过就是 这句话说出来 他可能心里会不太舒服吗 你没有在意那么多 你会心里不舒服是吗 肯定的 一袋十块钱的饼干 王先生竟然如此计较 张女士自然心里不爽 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 让他对丈夫可以说 是一百个不满意 妻子不高兴 王先生看在眼里 很快他就找准了一个机会 向妻子示好 单位组织旅游 王先生给夫妻俩都报了名 一场放松身心 心尽自然的旅游 会对这对夫妻带来什么呢 张女士说 这一回 他肺都要气炸 我们单位组织就是 去 人生放假吧 老个人放假 一起去吧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人家跑哪里 我们也跑哪里去 总比在家里打麻将啊 搞那些东西要好 是吧 而且还运动到了 那他还是不高兴 但是呢 我可能忽视了一点 比如说我带个东西 你会带什么 支撑一下 就是那个水果了 另外呢 带这个家里面 方便买的东西了 干粮吗 干粮了 就是那个路上 能够吃一下的了 但是他当时 他又不说什么 他当时就 在人家的面前呢 就是那么多人的面前 他就垮下脸了 就跟一个什么样的 就跟好像我 人家看来就是 一种什么心理 就好像是 我偷偷绑架了一个人 他到这来 好像是拐卖 拐卖了一个妇女 你知道他为什么 那么不高兴吗 我这样左问右问 因为快上车了嘛 他讲的 人家都在吃东西 我没有东西吃 我讲就去吃了 我赶快买了来了 又不高兴 又不吃了 你不是带了吗 水果也带了 干粮也带了 苹果的形状 都是这样的 是那个桃形的苹果 长形的那种苹果 我不要什么苹果 他一吃就吃到的骨子 那种吃的苹果 就很小的那种 对啊 还有一个吃的什么东西 就是中午餐就吃那个 人家中午上 中午吃的是什么 鸭鸭腿啊 又是鸭翅啊 这种吃是吧 我感觉我真的很寒酸 别女士 我要是你的话 其实碰到这种情况 光生气解决不了问题 我要是你 我就会说 我明白了 别人带的都是鸭腿 鸭脖子 是不是 可是你老公带的是什么 是小苹果 你就要这样说 我知道 其实虽然我们两个人很可怜 他们都吃大鱼大肉 我们在那里吃苹果 真的很寒酸 因为我原来带你出去里面 都不是这样 说再多的都没用 对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在你心里面 我是你的小苹果 然后我很开心 下次我们再出来的时候 麻烦你带腰围大一点的苹果 可以巧妙的 幽默的提醒他 我那个时候头都气晕了 我都简直无语了 我跟他买了一双鞋 结果 我同样我这个鞋也坏了 他那双鞋 足量也坏了 我跟你讲 买这么锁的鞋 还为各位老师 是这样的 他那个鞋是怎么买的 到超市去买了一个 三十块钱的 一双的 我跟他一说 我说就算今天一天就没了 果然不去锁料 突然回去 到回来 从走了二十公里 路啊 爬山啊 他那个原始的爬山 有水的 就是涉水 涉水 爬水这种 就是浸泡以后 那就是用拖胶吗 就不是拖胶 就已经通了 就敌的已经给通了 原本来说 出去玩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对 是好高兴 可是一路上经历的 都是让人不开心的事情 而这不开心 或多或少 都跟王先生的这种 小空门的举断 有关系 不舒服 但是我一路都很开心 我看到风景 我就想画画 我看到那个 他省钱就是他达到了目的 不用钱是最好 你是开心了 但是你的鞋子开裂了 我的鞋子也开裂了 我这双鞋子就是 我自己教好的 还在穿 看着美丽的风景 想开心 看着他那个愁眉苦脸 啪 又回到零点 他所以精神层变的 我也所以那种物质层变的 我们出去旅游 他完全密新式去看风景 他也也不会去战场 这个风景怎么样怎么样 什么错落有色 所以我们的 这样的世界观不同 这样观念上的差异 如此之大 你们在一起生活了快四十年 对 就这样嗑嗑哄过来的 我现在好像有点听懂了 就是凡是王先生这里说一个什么话 在王先生看来 那么张女士就会把他联想得很消极 很极端 然后在张女士的这边看来 就是王先生追求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但是在物质上少吃 不关心人 所以使你觉得生活没意思 觉得两个人之间关系越来越大 原因何在 今天你们是要找这个原因的 为什么要找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你们这样艰苦卓绝的环境当中 依然相伴了将近四十年 你们的忍耐力全场第一 全国估计世界上都第一 全国估计也是前三 他以为乐 不管是以以为乐也好 以以为苦也好 但是至少让我们觉得 你看你们俩好像是打不散 王先生有话要说 在他看来 妻子说自己小气不在意他 归根结底都是他自找的 因为在妻子面前 他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那么王先生的心结又是什么 又是多大的事情 让他对妻子如此置气呢 我想装一个太阳能发电站 我一般都要货币三家了 都要去调查一下 看一看 反正我就到最近的一个湖南 光复发电的那个厂家 去了解一下 反正我调查了回来以后 当时好像是七点多钟 到了火车站 回来 十一点多钟 什么十一点多 可以去查那趟的车 快 就是湖南到哪里 你先不要插嘴 不要插嘴 动车 你等我讲完了 你几乎我造谣 要好干什么 让你来评判 到这里十一点多 我当时就打电话给他 我讲你能不能到火车站来 接下我 因为平时只有我借他的份 我送他的份 他就是一句什么话 打地 打地还要我打电话 告诉你干什么 打地就不要花这个钱 自己家里有车 你不能开 但是电动车你可以开 对吧 就这个事 我在车站等 如果你还过半个小时不来 那我只有走回去 我当时是走回去 他就一直没有信息了 我就拿出我的行军力 那个速度来 就一直从火车站 一步一步走 每走一步 我的心里面就在地球 每走一步 就离这个 离这个家又进一步 我反而觉得不高兴 但是呢我又有一种憧憬 比如说 他在某个那个边啊 是就是 在一个短弯路口 或者在一个路边 有辆车在这儿等我 哪怕是最破最破的电动车 或者是 对于万步来讲 他叫了一个 他这不是打地 叫了一个人 帮他开车 他坐在旁边 野心 他路上打是打了 这两个电话 不愿意再接了 完了以后 这个 那是一步步走 但是那个 那个 毕竟不是行军的鞋子 我那个脚 确实也磨得满 买的鞋 好像质量都不太好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过去 不对那个鞋 几个就是地摊鞋 地摊 完了就是 不是 但是我还是凭着我的经验了 一步步走 一步步走 走慢点了 把那个鞋带子勒紧点了 一步一步 这样子凉着马路 就过来了 一直到家门口 我这最后一步 要跨进家门的时候 我都会想 他是不是没睡觉 在家门口等着我 没有 睡得呼呼叫打呼噜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吴老师是这样子的 他打电话给我说 我现在就特了一下 我从那么远 我家里 那个地方是黑路的 到这里来 到火车站来 我一个女同志 她十一点多钟到 一晚上 后来我正好 他们就给我出主意 我不在我朋友家吗 还出主意 母母不有车吗 我派车去的 我俩坐车 坐到那个火车站 她不上那车 面都不见 走掉了 然后走回去 走回去 我就坐她的车 我回来了 回来了以后 我那个车在那里充电 而且车 那个电瓶车 有点漏气 我就从那边 另外一个一个小区里面 一直起到 起到到了 这一块 这个一路有探战 它可以掉到的 完了以后 你尽管就这样讲 我不要 你为什么就不能在路边等我们 而且我半夜了 我是 她那个不是已经快到12点了吗 我一个人骑着车子 骑着车 热天的 7月份 8月份的时候 然后骑着去以后 那个水呀 就浇灌那个花园的水 就浇得我一升都是 破一个水 就冲过来 完了再往前走 走到这个附近的地方 没车了 她都不帮我 我前面怎么样 她是不是坐车上面 但是我一直在那等 你不敢往 再不敢往前走了 后来不行 我掉头回去了 回去以后 我一打电话 我在家门楼下打电话 她一直不接 挺好 从你们 也许你们都在编 但是从现场来 我绝对不是编 我有天 是 你们两个人讲的 这两个版本 如果把这两个版本 咱们用拍电影的手法 男方的这边 咱们拍一段 女方的这边 咱们拍一段 换一个结局 哇 浪漫的偶像爱情剧 可是你们两个人 在适时 把它变成了一个悲剧 其实我们这一辈子 就是嚼到这里 一股劲扭着这个地方 对 为什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 我做得很失败 我在外面交击朋友 我真的不会这样子 我骗你 我就不知道他 我派的车来 他会抵触 原因在哪里 你们两位 都是很早的 应该在那个时候 应该就是算有知识 有文化 我认为 你们两个 首先有一样东西 是一定缺少的 就是没有学会聆听 碰到一件事情 让自己感到很费解 然后也变成很愤怒 其实你们都是 每件事情都是这样 经历过来的 其实费解和愤怒之间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聆听 你们聆听过对方吗 没有 聆听的前提是什么 是假设 是假设你一定有 可以让我理解的地方 有没有假设过呢 你从火车站往家里赶 你是做了很多假设 你的假设是 这个时候多么希望 他在拐角处 因为一般都在拐角处 他有没有在那个桥洞下 不是 我就希望在靠右边的时候 不重要 不重要 聆听 不重要 就是说 你也在 但是你就没有想说 他可能是害怕 他 他可能是身体不舒服 他可能出门的时候摔一跤 他可能下床的时候扭了腰 你玩家可以这样去设置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就坚信一点 你是好人 如果你这样坚信了 你见到他的时候 你不会用愤怒 直接的来代替 你对他的怀疑 胡老师 首先从两个人的思维方式出发 指出了他们存在的问题 让夫妻俩能够冷静客观的 体会对方的心理感受 接下来 观察团老师们开始发言 他们又会将问题抛给谁呢 苏丹老师觉得 还得先从那双旅游鞋 开始说起 说到了鞋子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买鞋子30到50块钱的价位 我想这样的鞋子是非常非常不舒适的 在质量上有所下降的情况下 女人是会总会不满 她会在其他的小事上 总来早点查 所以你怎么这样做也错了 那样做也错了 这就是一个原因 男士可能 你真的要在你的这个消费观上 略略提升一点 另外一方面 我想跟女士说的是 你用这种小争吵的方式 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对方还在说的时候 你就在跟他吵 在这个过程中 谁都听不进去 最后就以争吵结束 吵完了 你想要得到的结果没有 而对方呢 也在争吵的过程中 觉得我还是对的 于是双方还是坚持 自己过去的观念 反而增加了更多的烦恼 您二位就是四个字可以解释 欢喜冤家 那么二位为什么会把婚姻 过成这个样子 我个人觉得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 性格问题 张女士 您来看一下您身边的王先生 我们就拿一件事来说 你有没有去火车站接他 他怎么一步一步迈回家 您听听他是怎么描述的吗 我当时真是咬着牙呀 一步一寒心的回家呀 他在这一段的回忆里 充满了一种仪式感 而通常容易对一件小事 有仪式感的是什么人 是一种对感情需求 特别丰富 特别敏感的人 恰恰张女士 你没有看到王先生 王先生不是舍不得钱 他也不是 没事找事来给自己添堵 他要的 就是这种感觉 一个女孩 一个内心世界 这么风险 怎么会不吵架 怎么会没有分歧 怎么会不起冲突 第二个原因 我个人观点啊 这个观点可能很多人会不支持 但是我一直都认为 任何一段婚姻里都是有权利斗争的 都是在争一个控制和反控制 只是说 在有的婚姻里 大家修养比较好 感情比较好 会彼此去忍让 而在有的婚姻里 他就会像 水里的礁石一样 随着情感的退潮 不断的 这些争斗 很猙獰地露出来 我跟其他的观察员的观点不太一致 你们可以吵 但是要有条件 第一 实事求是 不夸张 不添油加醋 但是我能推测得出 你们都有 很好的口才 去美化自己 去贬低对方的成分 第二 对错不重要 站在对方的角度 来考虑问题就好 第三个 吵架 伤脾不伤骨 就是说呢 不要去贬损人格 只能就事论事 第四个 不要在公众面前 和孩子面前争吵 在公众面前争吵 会污染环境 也会伤到对方的自尊 为什么不在孩子面前吵呢 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 你们的关系和谐与否 会影响到孩子的未来 我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感受 我抱点料 我自己家里 我的父母 53年的婚姻 他们非常的相爱 但是 他们也经常会为一些事情 发生争执 有时候还比较激烈 但是 当前年 我的父亲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的母亲 渗入了 沉浸出 无比的痛苦当中 她会提出很多很多后悔的事 经常跟 我的兄弟姐妹们和我 诉说 早知你们的父亲 这么早离开这个世界的话 我真的不该跟他们 争吵 你们还年轻 就相比较我父母亲而言 你们还年轻 你们死尽吵 拼命吵 你们感受不到这种痛苦 这种失去对方的悲哀 我希望你们好好想想 替你们自己的未来 万一有一天 有一个人先走了 对方会过着怎么样的日子 再想想 你们的子女 当其中一个 离开的时候 或者两个都离开的时候 他们有多么的痛苦 相信你们 能够明白 我们的良苦用心 谢谢 夫妻俩因为小事 不断争吵的现状 让观察员刘峰老师 有感而发 她的一席话 犹如一股暖流 直抵夫妻俩的内心 让他们一直互不相让的状态 得到缓解 此刻 两个人都低头不语 随即调解形容密室缓解 观察员王志川老师 带着女方走进密室 我觉得这个家 你要起一个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我好难干不住 你干不住 你要起一个什么作用 以柔可的 在面子上你给她 但是你要在 她没有跟你有对你情绪的时候 你要把你心里的东西要告诉她 作为你来说 你就想让我今后不要这个家庭的这个继续美好下去 我也想 我要做哪些改变 在王老师看来 处理问题情绪化是年轻人的状态 而作为已经退休的张女士来说 显然这种情绪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糟糕 如果说在一起读书 你应该是我同学的一辈 是吧 对 那就是说 并不是我的思想就比你的思想就前进了很多 也并不是你知道我的思想就比我们落后了很多 其实就是一步之杂 就是大家怎么去迈出这一步 我经常会跟我的妻子说 这件事是我们的 对不起 这不管有多少人 我都敢说这句话 丢人吗 为爱情低头一点都不丢人 而且他会尊敬 会觉得我的男人知所就感 但是你们一拥 你对着干 对呀 我就是说的男人 我们一辈子有几个五六十岁 你杠掉了 杠掉他又不回来了 情绪对立 让夫妻俩没了效率 隔阂加深 这样的状态 夫妻俩人都应该改变 场上观察员李小云 也在就张女士的脾气性格和王先生交换意见 您的妻子 她就是个脾气 很明显的脾气 而且她太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 那么您呢 又是一个特别注重自己内心情感世界的人 您可能会觉得就是 相对来讲 外面对我的影响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自己内心觉得快乐 觉得这件事错对了 觉得我的情感得到满足了 这样就够了 我觉得问题不愧呢 李老师和王先生保持了一个很好的交流状态 顺着王先生的思维 李老师要求王先生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 这样才能认识妻子的另一面 她原来可能还会有一个重心在儿子身上 现在所有的东西全 感情希望 各方面全都寄都在你身上 那这时候你肯定兼负的东西就更多 我们说老伴老伴老来事伴嘛 对不对 而且呢女人很奇怪的 我跟你说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啊我举个罪在那里的吵架 这个事可能 我们且不说谁有理谁没理啊 就就算一人站了一半里 好 他就非要跟你吵 你从卧室走到书房 他要跟到书房 你从书房走到 书房 他要跟到书房 晚上你想睡觉 不让睡 我就是要跟你吵 一定要吵住 其实你会发现 在这件事上 我刚才跟你说了 他重的不是道理 他要干嘛 他要发现他的情绪 并且让你 在他发现情绪的时候 做出对应的情绪反应 在李老师的开导下 王先生的情绪 也渐渐平静下来 场上进展顺利 密室里 王志川老师 还在就相处问题 给张律师做工作 我 随你怎么样 这都是男人的硬化 其实他心里是虚的 其实他在场上 也并没跟你说什么何况 随着张女士 长长的一声叹息 他内心的纠结 也在一点点的消失 密室环节结束 这对相伴近40年的夫妻 该如何走好 接下来的路呢 密室里老师们 跟二位分别谈过了 我们还是听一下 两位 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在生活当中 不应该太去较真 这个方面 我要尝试改变一下 比如说 我看这种老婆做的好的地方 我应该学会 多欣赏 多欣赏地方 你现在是在表扬他吗 是 他原来他讲 那个跳舞 跳得很好 我一直想看他跳舞 我希望今后来 能够跟那个 广场舞里面的 能够学一学 这是王先生 此刻的自我反省 以及真诚的表白 看女方能不能 收到这个信号 有没有什么回应 我感觉今天来金牌调节 没白来 所以非欠 因为我这个人 生活的环境不一样 家庭 所以自己可能一直是一种硬壳包的自己 一直是很要强的那种 可能某些方面误会了我的爱 是吧 谢谢大家 你们两位 说起来 清清绵绵工作 孩子培养得不错 为什么就过不上开心的日子 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归根到底 两位 至少有一位 对这个社会 对他人 缺乏足够的信任 那如果我们去买东西 会去想人家赚了我多少 包括 一件事情 我现在受冤枉了 如果我要把这件事情 给说清楚 非得伤害别人 我能不能停下来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 除了对人的关系 还有对自己生活 害怕 担心 对于经济压力 对于未来 存在这样那样的态度的担心 你想一个人 他背着这么大的心理包袱 然后又对周围的环境充满敌意 至少不信任 请问 这样的人他怎么能快乐 所以你发现没有 原因在别人身上吗 障碍是别人在设置的吗 又还是 故人家 反求主机 就是向自己要答案 那最简单的心理能量是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做一个游戏 找一下你们久违的 彼此在心中的形象 那种美好 按照游戏要求 两个人来到舞台中央 背对着背 我们的化妆老师 要用口红 分别给男女方脸上涂鸦 小小的误会 或者伤害一样 或者被别人描绘成 另外一种形象一样 我们怎么样 依然保持内心的善 让微笑继续保持下去 把生活当中的尴尬 变成会心的微笑 这就是本事 这其实也是修养 游戏的目的很简单 主旨在于 我们如何认识 和重新认识生活中的人 特别是我们身边 最熟悉的那一位 涂鸦结束 胡老师要求两个人 转过身来 看着对方 看看 这是喜还是忧呢 这个口红擦得很漂亮 对 你们都发现了 对方脸上 被描上了口 我告诉你们 这其实就是 被自己 给刷了一遍的对方 你们这样 愿意上街吗 接下时间就交给你们了 你们就这样回去呢 还是从此学会 笑着面对人 你在发现 他脸上有口红的那一刹那 你嘴角有一点点效益 你忍住了 你始终扮演一个 雕塑的形象 站在那 其实你内心是有活动的 他不一样 他看见什么 他立刻就有反应 我觉得他 好像没那么好笑 但是 可能我的 我自己没看到 我自己的形象 可能是不是 我觉得更好笑了 当他那一下 瞬间笑得很爽朗的时候 心里是什么感觉 有一种 以后 经常要这样笑着才好 王先生 你这个任务比较艰巨 我们也希望以后 不但能从他这儿 听到这样 双浪的笑声 从你这边也能听到 让他也感受到 你也是有快乐的人 好吗 那就从广场舞做起吧 拉手 他们会拉手舞 调节 在两个人的舞步中结束 从最后的这段舞蹈来看 两个人都有一听的基础 虽然生疏 但依旧有模有样 就像两个人 长达四十年的感情一样 这中间虽然有摩擦和隔阂 但是只要手牵手 就会成为彼此 伴随在身边那个 最亲密的人 调节结束后 深夜一点 我们接到了张女士 发来的短信 内容是 我的爱人在回家的路上 态度就有很大的改变 经过红绿灯时 她也温柔地给我提醒 并且对她之前 给我带来的困扰 再一次表示了歉意 我也深刻地认识到了 自己的问题 自己的脾气 我们一定会加强沟通 把日子过得更好 收到短信 我们无比欣慰 也深感慨 这对携手四十年的夫妻 可以说 没有谁比他们更了解对方 或许 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找到 化干戈为玉帛的真正力量 祝福他们 我曾经说 辛苦你了 那只要是 我们萍�华有发跟 Sud school的新闻 五十年 我们下游 我们下游 平时 今后 并 都